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汉武帝派遣唐蒙出使南越 唐蒙喝到南越所产的沟酱酒后将这种酒带回了长安 到了明末清初 将人们用大驱参与糖化 发酵 蒸馏取酒的工艺日趋成熟 经过不断的改良 便有了如今举世闻名的酱香型白酒 清香型白酒 甘润爽口 余味柔和 清代中期 一些烧酒作法为了提高烧酒的质量 用锡锅对酒进行冷却 因为第一锅和第三锅冷却的酒带有部分杂质 所以只摘取第二次换入锡锅冷却流出的最为纯净的酒 就得到了棉甜清爽的清香型白酒 浓香型白酒 香气富裕 回味悠长 具有上百年历史的老轿池 是浓香型白酒酿制记忆的根基 老轿池经过长期使用 轿泥会形成微生物 与酒胚共同发酵 池中蒸馏出的酒 也就有了芬芳浓郁的味道 如今的白酒 犹如中国发给世界的一张飘香的名片 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中国酒文化的魅力和韵味